大家好 我是本琼斯 欢迎收看由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呈现的 Liprate版本行业要闻播报 总部设在伦敦的多边外汇交易经纪商 LMAX最近宣布 在香港建立LMAX香港有限公司 以发展亚太市场 这也得到了香港证券和期货事务监察委外汇的杠杆外汇交易许可 香港被认为与新加坡一样 是局势公认的亚太地区的外汇交易重地 LMAX将会推出 与总部伦敦一样的 非last look的不巨单模式 澳大利亚零社外汇经纪商FXTG 对其官网进行完整的重新设计和解化工作 秉承行业发展的理念 该公司网站将移出繁荣的数据 服务提供列表 而意在以简单而现代的背景以及文字 来提供最重要的信息 去年该公司还进行过一系列的内部管理层调整 对于上次特别举动 阿莫勒先生去年解释道 取代前管理团队对企业的生存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裁员包括之前的整个管理团队和事务经理 而塔尔摩尔显示被任命为新的管理者 总部位于纽约的比特币交易所CoinSetter宣布 该公司将开始提供给其企业客户保证金交易 和后交易结算服务 CoinSetter公司的卢卡西维奇先生总结道 后交易结算允许客户在入金之前进行订单交易 这种结构允许客户无需持有大量本金在交易所内 限制他们第三方风险交易 此外 新方案将允许做市商做空比特币 这个纽约经纪商推出的新解决方案 有助于降低资本雄厚的企业风险 这包括多数比特币交易企业 在以比特币的形式存放抵押品之后 CoinSetter允许被选择的商家以保证金买卖比特币 交易执行后结算金额 加胜集团届日宣布 前KCG Horsport销售主管约翰·麦斯纳 加入集团 任职GTX全球销售总监 近期加入该集团的有很多 其中包括汤姆·马拉诺 尼古拉斯·奥林等 麦斯纳表示 我很荣幸能够加入加胜 成为GTX团队的一员 GTX提供真正的XE ECN技术 在过去的数年里 客户量和交易量的增长 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我期待这会支持GTX进一步的成长 本次节目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